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这一次要来跟大家稍微聊一聊 红币的使用这个方面的问题 想来大家在这一次八周年上 应该是抽了不少 红币也累积了一些 那么用来换一些比较有价值或者自己喜欢的角色 那个就是最重要啦 那么在这一次八周年当中 加码一号 加码二号 全球活动的利弗哥还有数双人 都是首次复刻上来啦 而且这四张其实都还蛮有交换的价值啦 还有的话就是这一次 有我们的纪双人跟超市双人 红尘双人 超市双人七周年 也一起复刻在这边 所以需要花红币的地方 讲真的 如果真的是一直抽不到的话 是非常多啦 那么就我们可能是需要考量啦 要怎么个换发啦 哈哈 在七周年两张都有的情况下 这次八周年的卡机内啦 当下啦 硬要换的话 我觉得 这个佛格应该算是比较值得的啦 再来加码一号加码二号啦 他们都是香港有战力 可是就我自己个人而言 对于红币的使用啦 我还是比较推荐首先先把那个 L奥卡给换下来啦 毕竟 L奥卡的复刻次数啦 应该会算是比较多 可是在大部分情况下 嗯 怎么说 我们好像会在大活动抽的比较多啦 会在大活动抽的比较多 所以这个就可能需要自己来拿捏一下啦 二号这一张算是代替品啦 哈哈 当作形象 诶 当作形象 那么这个就是八周年所拥有 所推出可以用红币换的角色啦 嗯 那么在红币不是那么足够的情况下啦 我们都是需要精打细算啦 接下来就带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们这半年内啦 就是从现在八周年直到气息活动 所有卡片复刻的情况下 然后大家可以稍微把红币好好的控制住一下啦 那么在2022年的限定当中啦 还没有复刻的角色 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啦 诶 这一张是代表着资负质北极大啦 诶 资质北极大负质 sorry 诶 然后还有就是这一个是杨莫甲 嗯 就是做代表 那么这边的话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表啦 我大概自己列出来的 他们会复刻的可能性啦 出复刻的可能性的时间点 按照卡机顺序啦 首先就是周年后首个卡机啦 GT盘应该会在这个期间做复刻 毕竟是去年全球活动前的限定卡啦 按照原本的话啦 它应该会是YAMUTIA的卡机该要复刻了的 正常来说按照六周年 七周年之前六周年啦 这些每年的排程来说的话 它应该是在去年就要复刻了 可是因为去年整个卡机排成啦 有一点点的小瞬息问题的关系 所以就被延后啦 那么周年后的首个卡机 攀降复刻的可能性是最大啦 after that 就是轮到我们318赛亚人质 也就是这半年内啦 最有价值的角色啦 我们的Vegeta复制 目前的排名始终就是最顶一级的啦 所以它会在318赛亚人质复刻 所以大家就好好的 诶哭 计算一下自己的红币够不够 或者到时候会抽多少 因为先抽 抽不中 再来换 诶我们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嘛 再来的话就是4月仪人节这个期间啦 提小悟空 复刻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啦 不过在小悟空跟巴达克啦 这两个卡机 可能做到对调也不一定 因为有时候官方在复刻这些 初复刻的角色的时候啦 会有调整一些些啦 所以这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过也没关系啦 因为也是官方出了 我们才可以 只不过是给大家提前知道 然后这边的话 整个表下来 再来就是基巴达克跟Yamuchia Yamuchia大概例啦 会等到那个气息的Dokun Face啦 才会推出他的首次复刻 不过就其中 黄金周这一档期啦 我个人是抱持着比较问号的东西啦 因为这两张属于年末是限定L奥 基比克跟乌范 可是往年来说的年末爽卡机 都是U奥限定 然后一般他们惯例都会在黄金周 做到初复刻 可是因为这两张变成L奥的关系啦 不确定官方还会按照以往的方式没有 因为如果黄金周这个档期不复刻 如果年末双卡机的话啦 双卡机的L奥的话啦 就好像没有什么角色 也没有可能把巴达克跟Yamuchia 塞进黄金周呢 然后基比克跟提鼠的乌范 拉到其他的时间点 其实也是很难去排他们的瞬息 所以这个黄金周这个档期啦 可能性很高 但是未必 然后其中 比克方面的价值也算是很高啦 如果各位是很喜欢比克的朋友 可能这个500红币 如果我们单单只有500个红币的话 可能就可以存给他啦 那么这边就是直接一路看下来都是到了气息之前嘛 After that的话 气息除了这个Dokkan Fest之外 还有的就是他们平时都有一个20柱目的全明星卡机嘛 在全明星卡机的时候 我们的8周年两张限定L奥 就会在那边做到除复刻啦 如果是这个档期中 现在8周年当中啦 已经拼到不想拼的朋友 可能就可以开始准备把红币给存起来啦 因为20柱目啦 其实真的是很难捞啊 虽然说去年的气息卡机啦 Begita父子那个时期 他的20柱目官方是有给77小时的3加1啦 就算有了3加1啦 20个柱目还是蛮坑的 很不好抽 我记忆还很深刻 去年我总共在Begita卡机这边抽了差不多200抽 完全没有捞到大奖 也没有捞到七周年双人 一张都没有 所以这个不好抽的程度 给大家稍微感受一下啦 当然还有更多的大客战 可能那个就没有问题 可是肯定是当下就已经是抽到8周年双人 所以到时候可能也是补卡罢了 那么就按照自己的喜欢来选择也是OK 嗯 这边就大致上啦 给大家知道这个半年内啦 接着半年内的后续卡池啦 从周年之后到七席之间会复刻的所有卡 最重要的就是这两张八周年 还有我们的Begita副子以及技术的笔克 这四张卡啦 在目前的整个游戏环境内可以说是四大天王啦 最强的四张 然后既笔克我个人可以给他排到第四名 然后八周年两张再加上Begita副子就在竞争这前三名啦 我觉得他们三张都是各有各的强点啦 嗯 OK啦 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大家稍微可以注意一下接下来要怎么安排 虽然说目前八周年也还没结束啦 但是在红币的运用上面啊 就要开始做计划了 不然等下全部用干了 到关键时刻又换不到这个是会相当的痛苦啦 嗯 OK 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哎 这张风格我也练到差不多了 这种像我自己个人而言啊 就推荐度啦 我始终就是推荐大家把L奥给换出来啦 优先L奥啦 U奥的话 除非真的是很爱 或者就是会影响到整个游戏的那个体验 那么换出来当然就是无可厚非 因为就是用了自己心情好 当然是可以换出来 要不然的话 L奥卡在价值上面啊 还是会比较高的啦 嗯 OK 就是这个样子啦 以上大家就可以好好的 帮自己的龙石啊也好 因为这个就是复刻的那个什么嘛 如果想要他们的话 也是可以准备好一些龙石去抽 还有就是红币的兑换啊这些 可以做好一些计算准备啦 嗯 OK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